本期節目特別感謝守生者錄音室協助聲音的後製 如果有任何錄音或者是聲音後製的需求 歡迎在FB搜尋守生者錄音室 哈囉大家好我是AJ 歡迎來到AJ宅漫漫說 那今天是2022年3月17號 沒錯就是艾爾登法環很多東西疊下神壇的日記 不是不是不是 我們不要這麼急著艾爾登法環 我們今天先努力的試著講一點別的話題 再開始講艾爾登法環 因為之前已經有觀眾跟我抱怨過了 傑哥你最近是不是都在講艾爾登法環 然後還有最近是不是都幾乎都只有在講遊戲 幾乎沒有在講這個其他的像動畫漫畫之類的 都在講遊戲艾爾登法環 原來是這樣 所以我們要試著 我試著努力增加一點其他的話題 那你就努力的聊艾爾登法環沒關係 首先呢我們先回答一下近期的留言 近期有幾個留言 好那首先呢是這個登不近是怎麼樣 那他說傑哥超級正向 這個標題怪怪我有超級正向過嗎 他說從五年前開始關注您 喜歡聽你的評論以及一些想法 本人是三流繪師正朝著自己的夢想前進 希望未來有機會跟你一起合作 希望之後可以談談人生永遠關注中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我自己也是一個三流YouTuber 也是在努力 其實我有一個小小的目標 是希望大概35歲 我現在30歲了 希望35歲的時候呢 可以存到頭期款買方 這是我在近年給自己的目標 那我也是在朝著目標努力當中 好那我們下一位 下一位是王中之王的索隆君 他說動漫Podcast推薦 那原來不是只有我一個人認為 雨根跟AZ的聲音很像 聽到一半常常不知道誰在說話 聽了很多集還是不會分 但是你們聊的內容很棒 也很感興趣 加油 好的 感谢 好 然後下一位是也很常留言的 這個AZ為所欲為的胡子 他說禿頭男子的悲歌 上次我有聊到 我這個有稍微開始 有一點點微凸的指向了 他其實講蠻長的 我簡單講 就是他有分享一下 他這個關於 他自己也是有微凸去看皮膚科 這個門診的一些心得分享 然後他有講到說 禿頭的話 早期可以先找一些外用的藥物來做早期的治療 那無效的話可以再用口服藥 那其實醫學研究上呢 外用藥只有一種 口服藥只有一到兩種 其實選擇不多這樣 他說只能抑制惡化 他不是能根治那一種的 那他個人實測口服藥 三個月下來他覺得 他個人的感覺上是有效 他說雖然網路上蠻多人反應是沒效 但他自己覺得算是有效 那所以這種凸頭的狀況 應該是要提早治療 我自己覺得 我可能沒有很想治療 我可能覺得 好啦真的凸了 就剃光就算了吧 對啊 那沒有這邊額外一提 就剛好我朋友最近也有 因為這個東西 他有去看醫生 但有一句很實在的話 其實先不說各種外用藥 或者是內用藥的部分 有一個治療禿頭 最實在的一點 就是在於說 你要有健康的作息 真的 這才是最基本的 這完蛋 對 我覺得 你 因為他醫學報告 其實上有講就是說 禿頭的可能性很多 他沒有辦法 非常的明確指定說 你是什麼原因 一般普遍來講 都會有比方說是壓力 或者說是心理上的變化 或者是遺傳 這些都有可能 但如果你一定要說是 要做到一個百分之百的療程的話 基本上早睡早起 然後吃的健康 基本運動 就是你要讓身體的機能恢復正常 這是一個先決條件 你再去講其他的東西有沒有用 對 但是如果你連這個都不做 然後就是說 為什麼吃藥都沒有用 那就很難講 因為這一塊本來就不是 純粹可以靠醫學來解決的 確實 要不然就不會有那種 止法的東西出現 對不對 如果真的吃藥都有辦法解決 就不會有什麼止法 或者是一些比較特別的醫療方式出現 所以先決條件就是說 真的有想要好好治療這塊的話 先把你的作息搞定 飲食運動搞定 再來考慮用藥這一塊 會比較切實一點 實際一點 大概是這樣 其實大部分的病症等等的 例如說什麼你內分泌失調啊 對啦 或是什麼長痘痘啊之類的 都大部分很多問題都是 哎呀穩定的作息 多吃蔬菜水果 少吃油炸 對 少吃重鹹 都可以慢慢的改善 多數的病症都是這樣 所以你看那些很 那些作息很健康 飲食很健康 他們整體上看起來都很健康 沒太大問題 確實這件事情是真的 有他的用處在的 所以目前所有的醫生 你看所有的病症 你去問所有的醫生 每個都在跟你講 作息穩定要睡飽 要吃得健康 真的 這個話題稍微讓我延伸一下 你會發現確實 以從這個角度來討論的話 就會發現說以前的人 為什麼會覺得看醫生有用 因為以前的人 大部分作息都很健康 也是啦 對 所以吃藥對他們來講就是說 他們都這麼健康的作息了 還會生病 那就表示真的要吃藥 可是現在的人就是 作息跟各方面都他們不健康 所以吃藥的效果 好像就變得不是那麼有用 對 藥物也就是一種 它也是輔助你身體機能 去對抗這些狀態 對啦 但是你自己的身體機能 你一直在擺爛 沒有去改善它的話 那些藥物也沒辦法 一個carry你整個身體這樣 這種時候是不是應該 稍微推一下 那個工作細胞Black片 工作細胞Black 看了之後 趕快吃兩口炸雞壓壓驚 嚇死我了 真的是 對啦 可以看一下工作細胞Black 可以看一下 我覺得那一部是會讓人 有所警惕的一部作品 尤其是它 我直接可以直接看動畫 它最後一集我覺得是 真的讓人覺得蠻害怕的一件事 確實 我們聊到動畫了 好棒 太棒了 直接講到動畫的部分 其實工作細胞Black動畫版 最後一集我就宣布聊 它發生什麼事 簡單來講 這件事情也發生在 我周遭的人身邊 所以這件事情讓我特別的 有警覺性有感覺 所以還不覺得害怕的話 可以大家都看一下 工作細胞Black 可以看一下 真的 一邊配著炸雞 一邊喝可樂 一邊看 會覺得更可怕 我們繼續講這個留言 因為他下面還有聊一些 關於任天堂 上次我們聊到任天堂直播的分享 他的心理有分享 他有講到說 異度神劍的部分有聽網路有謠傳說 石碑社應該是他們工作室吧 近年製作消息 以RPG系列聲量來說 寶可夢、FF、DQ以外 近年僅次於Persona跟傳奇系列差不多 就是指這個 異度神劍的RPG名聲 已經算是相當不錯的了 然後任天堂想培養 也有意願培養這個IP 然後製作人也有意願 所以未來可能會發展成 異度風格的系列RPG這樣子 然後他就說 宇根如果想要找 聖火老亥跟風花黑的話 PTT聖火版很多 沒有沒有 我沒有 我知道很多 我講一下就是 我雖然是開玩笑想自己是老嗨 但我沒有那麼的排斥 就是我不會說什麼風花雪月 好了啦 不要再演了 沒有沒有演 基本上對遊戲的立場 我都還是蠻公平的 雖然會有夾雜不少個人觀點 但是你要想一個系列大作 能夠推到現在 一定有它厲害的地方 你不要講說自己的感官 你去看國外 因為有時候國外的基數比較大 有的時候比較準 你去看風花雪月在國外是超紅的 它是紅到爆炸的程度 對啊 所以你真的硬要在那邊 一個人去槓說什麼 風花雪月拉機 不好玩什麼的 就也很不切實際 因為你憑什麼你一個人說不好玩 就否決了大部分說好玩的人 確實 我只是說純粹說因為體驗過 有點算是被綁定了 就是說你第一次接觸某個系列的時候 你曾經感受到感動的地方 跟你覺得厲害的地方 在它後續的作品裡面 看不到這些影子 你會覺得難過 對 了解 硬要講說是老害也算 但主要是難過 我們不要講聖火系列 你講FF系列也是 為什麼FF系列有這麼多人在那邊 占FF前FF後 就是因為在FF6代以後 從7代開始 它的風格就開始變了 7代是一個非常漂亮的轉型 這沒有問題 8代算是延續 然後劇本複雜化 但是喜歡的人就很喜歡 接下來9代做了一個暫時性的回歸 再往後 10代開始你看評論的部分就開始亂了 很多人就是說不喜歡野村的風格 像我的話 我是不喜歡FF開始走向這種 科技魔法混合的風格 它就不是我以前去接觸 早期的FF的那種 水晶魔法中古世紀的感覺 就感覺好像 為什麼一定要把科技跟魔法綁在一起 然後一定要去走那種 就是打扮都一定很那種 時尚風格這樣 你就會有一種覺得 這不是FF 這已經不是我認識的太空戰士 確實 聖火有一點點給我這種感覺 就是說它雖然大主軸是確實都一樣 但是你就會覺得說 當年給我到的一些衝擊跟感動都不見 就是會有一種這種錯愕感 對那你要說這是老嗨確實也是 但是誰叫他們就是同一個IP 你就不得不去比較 就會有這種狀況發生 就這樣子 好了 那他最後還要講到這個曠野之籍2可能是 網路的泄密者 那情報師認為可能是明年初才會發 我自己也是認為明年初啦 以上是他的超級長的留言 感謝他 那下一則是這個 Fanyu Changgu 他說睡眠用讚讚 那他可能就睡覺的時候常聽 他說感謝有個伴可以陪伴 讚讚 然後下一個是123有老爹 他說好聽 他說有時還是分不出來 但看遊戲直播就不會 哈哈 不是啊 你看遊戲直播只有我一個人 當然分得出來 哈哈哈哈 對 我說 廢話 下一個是最高的那一根韭菜 AJ辛苦了 要把一個人錄的單口相聲 剪成兩個音鬼在拼在一起 實在厲害 五星好評 謝謝囉 感謝各位同學 被發現了 下一個1234 炯炯子萬歲 他他說感謝老亥們對魂系遊戲的熱情 他說親愛的AJ 魂系新手的我本人在此留言 剛剛騎著馬拿著軍王大劍 打贏了人生第一個魂系boss 大數守衛 前前後後應該是兩三個小時的努力 終於知道為什麼那麼多人喜歡魂系這種破遊戲 喜歡魂系這破遊戲了 人生中第一次玩一個遊戲這麼有成就感 感謝AJ讓我認識了這個大坑 欸 兩個多小時 那很快 如果是新手的話 他說騎著馬拿著軍王大劍 應該是有去玩過一輪 應該是有先去稍微跑過其他地方拿拿裝 深深等 再回來打 不是出門裸裝打那一種 所以也還行 兩三小時應該差不多 恭喜恭喜我們這個Podcast 跟我自己的節目 還有我的FB貼文都非常的努力在推廣這系列 我也是真的是 真愛啊 我必須要說 我現在 像我之前都說我最喜歡的是皮系列 然後還有可能槍斑辯步也非常喜歡 但我現在可以直接說我現在最喜歡的是魂系列了 他直接晉升為我現在最喜歡的遊戲 真的 我只是說我其實一直以來都沒有那麼喜歡回合制RPG 那只是剛好就是我喜歡的動作 我玩過的動作遊戲裡面沒有一款讓我這麼喜歡 那今天就是終於碰到了 那他就直接晉升為我最喜歡的遊戲 真的 那我們今天就接下來要正式進入法環的主題之前 我先盡量再扯兩個比較無關一點的話題 來讓大家稍微摸一點的題材 首先是分享一下最近看的漫畫 最近在把迷宮犯這部看 把後面稍微看一下 我是只有看單行本 那我其實上次 我上次在第九集跟第十集都沒有看 迷宮犯我覺得是一個非常優秀的作品 就是如果以漫畫就是要有趣這個角度來說 迷宮犯就是極致無敵的有趣 就是他絕對正義這樣 那迷宮犯那個故事呢 他主要是在講說 主角他在迷宮探險 一行人在迷宮探險的路途中 他的妹妹不小心被龍吃掉了 然後就被帶到了迷宮的底層 然後主角一行人為了要去救 還在肚子中的妹妹 他們一行人來不及回去補充裝備 資金也不足的狀況下 只好硬著頭皮繼續下地層 但是下地層有一個很重要的 就是你要有糧食嘛 那你沒有糧食 你打一下你就肚子都沒力氣戰鬥了 那所以他們只好沿途抓殺掉的魔物 把它做成料理來吃 那所以他整個故事就是看到魔物 然後試著把它腦洞設計成各種神奇的料理 那在這方面作者我覺得真的是蠻天才的 他把很多看起來不太能吃的東西 不太能吃的魔物 但是他把它設計的很像 你可以在現實中想像出味道的料理 我覺得這一點是很厲害的 像一般來說蛋類的就還好 但它裡面也有一些像 裡面有一個叫魅魔的蟲 其實就是我們一般理解的魅魔 但那個魅魔它其實是 它的血液有點類似牛奶的感覺 所以他們就把它殺掉之後留住它的血液 然後把它的像牛奶的血液來做成牛奶類的料理這樣子 所以它就是都會把每一隻魔物的一些特性結合現實中可以做成的料理 我覺得它這方面的設計是蠻強的 然後還有它的設定RPG設定非常的豐富 因為我覺得這個作者應該是D&D的老玩家之類的 它對於喜歡設定算是蠻講究的 所以如果你是喜歡這種龍與地下神故事的話 你會喜歡 然後它裡面迷宮探險有一個設定 就是在迷宮中的魔力濃度是比較高的 所以在裡面是可以施展復活術的 因為外面的魔力濃度不夠 你沒辦法在外面復活 但在迷宮裡面是可以做復活的這樣子 所以它的主角的妹妹被吃掉 是可以復活它的 但是如果它已經被龍吃掉 然後消化掉的話 連屍骨都不在 這就沒辦法復活 所以主角才要趕著趕快下迷宮去救它 然後我就基於這個設定 我在看新的篇章的時候 我看到一個超有趣的 他們就是遇到一隻怪 就是鳳凰不死鳥 不死鳥的特性就是你把牠砍死 牠又會復活吧 然後他們就用一個超級天才的方式打敗牠 他們就是把它做成料理 把它消化掉 完全符合了他們這部作品的設定 怎麼坦白不死鳥呢 消化掉就沒事了 所以我覺得從頭到尾 他都很忠於他的設定 然後基本上也都是很認真的在作戰 然後很認真的在做料理 我覺得是一個劇情有在越來越龐大 越來越精彩 但是也沒有偏離他自己風格的故事 非常優秀 如果你沒有看過的話呢 非常推薦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你如果都提到這個話那我也來提一個吧 漫畫的話 其實已經完結了 所以如果要去補 它算是比較短的漫畫 差不多 因為我是看網路上連載啦 所以我不太確定單行本出幾本 大概三到四本左右的長度而已吧 這一部叫做死都想要你的第一次 聽起來很糟糕的這個作品 色色的 聽起來之後 我想一開始啊 因為這一部他作品 他其實連載了有一陣子 那我在去年的時候 我其實就已經有知道 這一部作品存在 那因為那時候看這個標題 就覺得說 這應該是那種 就是不太 就是那種純粹在講色色相關的題材 或者是那種惡搞阿宅的題材 我本來是這樣想 就一直沒放在心上 後來呢 在他這個即將完結的前幾話 剛好有一個朋友來推薦我這一部 然後那時候我還心裡很 開玩笑 就是有點鄙視 他就說你怎麼看這種東西這樣 這種東西你也看得下去 他說不不不 他說雨根這種東西你一定會喜歡看 他說他裡面是有這個 懸疑推理的劇情 我就是整個就 你跟我說這個有漫畫的標題叫做 死都想要你的第一次 竟然是跟懸疑推理有關嗎 他說沒有錯 超詭異 後來去看就發現 他的劇情走向呢 確實就是在走懸疑推理的這一塊 而且蠻有趣的 就是稍微做一點 也不算捏他啦 就他前面就會提到的一個設定 就是說主角是一個上班族 然後他在這個公司裡面呢 跟他的就是喜歡的人結婚了 就是他公司的同事 但是他對於他妻子的過去啊 一直都很不了解 就他不知道他妻子過去 是一個什麼樣的人 而且他就是那種典型的那種肥齋 你知道嗎 然後又禿頭這樣 純以外表而言 你不會喜歡的一種那種 日本上班族大叔的那種外表 那他老婆又是全公司最漂亮的人 這樣 所以他那時候就很納悶 就是不太能夠理解 為什麼他老婆會選擇他 就公司秘密這麼多人在追他 為什麼他就是會受到老婆青睞 他也不了解他老婆的過去 反正在一個 就是這個梗有點普通 就是在一次意外 然後他傳說到了過去 就是回到他學生時代 結果他才發現 原來他在學生時代的時候 跟他老婆就有過一面之緣 然後他就是帶著成年人的記憶回去 然後才發現說原來他在學生時代的時候 就已經有跟他老婆有過交集了 所以他就利用了這個方式 就是想說他也很想知道他老婆的過去 就用這種方式 就是積極的開始接近他老婆學生時代 後面的劇情發展就變成是 懸疑推理的部分 就是有扯到殺人跟陰謀等等的東西 那主角深陷於能夠穿梭的設定裡面 就是想辦法去拯救他老婆 跟拯救他周圍的同學 劇情開始就變得很精彩 就是有牽扯到懸疑推理跟傳說的部分 其實讓我有一點點 就是一點點讓我覺得 像命運十字門那種感覺 因為我們就是 我跟AJN應該都是 也算是命運十字門的粉絲了 可能沒有那麼喜歡 但是基本上都是很認同這部作品 那時候在看這部作品的時候 他讓我感覺就有一點點 就是不太完全 因為他方向不一樣 但是就會讓我覺得 這個命運十字門的感覺有點像 就你會發現主角是為了 無論是拯救他身邊的朋友也好 還是為了獲得他老婆年輕時的青睞也好 他就是用盡了一切方式 然後去想辦法把很多 不可能完成的線給完成 甚至他中間有一段 我覺得算高潮的地方 就是作者連讀者都騙了 就你看起來你會覺得 他又穿越了又幹嘛了 但是他的表現不太一樣 那你要說奇怪 就是這是作者的表現手段嗎 還是什麼的 因為他沒有特別去提 你只會覺得說 怎麼好像突然有一個不一樣的發生 反正這一部作品 因為他不長 而且他已經完結了 所以有興趣的可以去網路上找一下 不過還是要講 畢竟他也不愧對他這個名稱 他裡面確實有色色的畫面 而且不是傻必死的那種色色畫面 real色色 是直接開幹的這種的 真的要色色的那一種 但他的重點都不是琢磨在這邊 就是有 但他就是很短暫這樣 OKOK 讚 其實這類型的作品真的是越來越多我覺得 而且我覺得就是有一種把命運十字門的重點 直接拿出來用 然後去掉科幻的部分 就是穿約什麼的 你先不要跟我計較這麼多 反正我們就是穿約 然後大概就是在拯救周知浩的人這樣 那前一陣子我也看了 也不是前一陣子啊 就是當時新翻正要出這個東興復仇者的時候 我也是為了要做新翻推薦把中興復仇者也看了 然後基本上他也是這樣的概念 就是為了 就回到了過去 然後拯救誰誰誰周遭的人 然後不斷的去改變過去的命運這樣子 其實他是以這個不良少年為題材的作品這樣子 但是這部片呢 這部漫畫我自己是看的蠻火大的 沒有看下去 但他目前在女生之間非常非常的火 成功打進了女性市場裡面 OK 但我個人是看到快瘋掉了 男主角的大絕招 他就是一直哭 瘋狂的哭 他從打不死跟哭以外 我真的是 我真是不知道他在幹嘛 看的好煩 好煩 我前陣子做了這個咒術迴戰的這個節目 然後我就說 我就有講到說 鬼滅跟咒術他的有一個極端就是 鬼滅是情感的極端 然後咒術則是 相反的他是非常冷的 這角色的感性面上是相對很冷的 我就說我反而是很喜歡他這一點 我反而不希望打個架 大家要哭哭啼啼的 打死一個人要回憶半天 然後在那邊哭啼 我其實反而沒有那麼喜歡這樣 然後卻有人說 那你是不是不喜歡東京復仇者 那我就 對 我想這就是我不喜歡他的原因 那我覺得情感的宣洩要看 你說像鬼滅 東京復仇者因為我沒有看 你說像鬼滅我其實也有一點點 在情感這一塊我蠻認同你的 就是我覺得說 要藉由情感的描述把角色的 內在或者是層次可以展現出來 是OK的 但不太能夠太過火 就是你每一次都搞同樣的套路會有 而且可能有些人會覺得說 不會啊 我覺得鬼滅的掌控還好 對 但是你如果放眼跟大部分的漫畫來比 你就會發現說好像每個人都在做同樣的事情 那種感覺你會覺得就是 你在接觸一部新作品的時候 他只要一開始渲染感情的部分 你就會覺得說 怎麼又開始了 就是你已經被很多部漫畫影響過了 所以你就會覺得說怎麼又在走這種套路 這就是為什麼大家常會講說套路這兩個字 在以單部作品來講他可能是第一次使用 但他的套路如果太明顯 你就會覺得說又開始在走 大家都在走的路 你就會有一點覺得無聊 或者是覺得有點反感 所以說有時候套路不是不好 但是你要使用得當就有點困難 但也是有時候可以反套路 就是說像有一些作品 他可能也是會刻意陷入回憶 或者是陷入一些角色情感之間的糾葛 但他那個方面全部都是很 可能就是很不好的 很黑暗的或很陰險 那有的時候可能對某些讀者來講 就會是一個很新鮮的體驗 就是他終於不是在哭哭啼啼的 就是這些都是裝的 他哭都是有目的性的 他是為了要搞死人的 你就會覺得不錯 這個不錯 這個高端 就是會有這種的也是可以這樣 好了 讓我們漫畫的部分就聊到這邊 我們時間上差不多要開始聊我們的法環了 再不聊我們時間不夠 因為我們要聊很久 好了我們這一次一樣要聊我們艾爾登法環的主題 因為我們兩個都應該都玩了100小時以上了 應該也有玩破百的 對150個了 你玩到150了 差不多150 我現在是130 140 我以為我玩的比你多 沒有你進度比我後面很多 但我就是到處閒逛的程度應該比你多 你比我還閒逛 對我比你還閒逛 我以為我夠閒逛 你跟閒逛 對我跟閒逛 好了 那我們這一次因為我們都玩比較多了 上次是算是大致的體驗的潛流 那我們這一次可以針對比較細項的來聊一下 對 那這一次我想要先 我們先分享一下 剛剛推出的新情報好了 對 剛剛有講到這一次有做改版的 這個法環有做改版的 那其實有一個地方小小的打著我的臉 就是呢 一開始我是一直在說 因為其實裡面有個角色 聂斐力 聂斐力這個角色 他的故事線到一個地方就會中斷 對啊 然後就一直沒有 大家都全世界的人都找不到怎麼觸發他 我就想說魂系的東西實在太細了 因為有時候你真的很難想像 要怎麼去執行這個任務 有時候真的是一些你真的想不到的事情 對 想不到的道具使用 或是甚至你要在某些地方擺POSE 才會觸發一些事情 嗯 所以我在想會不會是真的全世界的人 都沒有找到他的觸發點 沒有找到 嗯 因為我在想這個遊戲已經 2月25號出現在3月17號 這麼久了都沒修正這個BUG 應該是因為這個東西是沒有問題的 然後但全世界的玩家都沒有找到 應該是這樣 嗯 然後今天馬上更新 最佳的NPC任務 聂斐力的任務就增加了 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我之前一直在那邊說不可能 英高怎麼會做錯呢 這個一定自己私下測一下 就知道哪裡有問題了 一定會馬上改 這麼久都沒改 肯定是沒問題 今天馬上打我臉 現在就要喊出那個口號 攻擊英高跌落神壇 哈哈哈哈 攻擊英高跌落神壇 哈哈哈哈 你知道我現在只要看到一個那種可以跳 因為這一代可以跳 所以增加了非常多可以探索的地方 對 那我相信很多地方是製作主也沒有想到會有人跳上去 嗯 然後有些地方你總是會無聊花時間跳一下看看 嗯 然後我就會說這上面肯定有東西 哈哈哈哈 我就說英高不會做沒有意義的事情 哈哈 然後跳上去 沒東西 啊 英高跌落神壇 對 又是一個沒意義的地方 哈哈哈哈 然後不然就會補一句 這一定是谷春瑋做的 對對 因為谷春瑋就是黑暗靈魂2的製作人 哎 好了這一次 這一次我稍微講一下他改版 主要他增加了一些直線 那他這些直線都是之前的一些沒辦法觸發的角色的直線 他把他應該是增加了觸發或是把他補完了 我不確定是哪一個 我覺得是應該是把他觸發修好 目前來看 就是巴哈有人整理這個1.03版本NPC的任務 其實就是聶斐利 迪亞羅斯跟肯尼斯海德 這三個人 然後還有一個是那個門位葛托克嘛 就總共這四個NPC角色 那我這邊就先插播提一下 就是因為這個NPC的直線算是撇開遊戲以外 其他魂系玩家會比較熱衷的事情 就是俗稱魂學者都會比較想要去了解的一塊 但因為就是剛講的嘛 就全世界都沒有找到他們的任務線 所以一直在想說到底是哪裡出問題 就可能有玩家會覺得說 一次三個NPC出狀況 四個啦 就四個NPC出狀況 那好像蠻嚴重的嘛 但在早期有人去解包的情況下 就是遊戲解包的情況下 發現這四個人的NPC路線好像是有綁定的 對 就是有人在解包的情況下 有發現說他們的這四個角色在後面的路線是有交集的 所以就是與其說是修了這四個角色的NPC直線 也有可能比較像是說他們四個人交接的直線 可能當時在正式版哪裡出問題 對 所以這一次修就是直接修他們這四個人的部分 就等於是把他們這四個人後面的線綁在一起的部分直接修好 應該是這樣子的狀況 我的理解也是這樣 就是把他們的交錯的直線把它修好 對 不過這樣看的話 如果是四個人相連的話 那其實應該也是一個蠻龐大的直線 這樣感覺 感覺應該是 但因為這個就現在就不知道了 對啊 嗯 然後還有修正了一些招式啊 像大家很愛用的這個凍霜塌地啊 完了凍霜塌地跌落生攤了 鮮血斬擊啊 夜與火之劍啊 這些很愛的陶刻神器神器呢 全部被下修 都被下修 不過我覺得好像沒有看到那個欸 那個黃金盾的那一招的修改 有啊 有嗎有嗎有嗎 有 他是直接被拔掉嗎還是 我看這邊的話 巴哈的人整理是說 修正玩家可以在未受到攻擊的情況下 透過其他物品或祈禱 來觸發黃金書大盾的戰器 這樣這是合理的 這是合理的 我之前就說的嗎 這智障流派 不只PVP啊 這個在遊戲中玩也是一個智障流派 這個我也是覺得一定會改的 好啦 我覺得這一次的修改 基本上應該都蠻合理的啦 他是蠻合理的啦 嗯 我覺得這也是這種 先玩遊戲的一種小樂趣啦 對啊 就是你這個遊戲 你是一開始就進來玩 你總是可以玩到一些 比較過於OP的招式 一些流派這樣 那通常這種流派 都是活不久的啦 對啊 所以這也是早期玩家的一些 獨特的一些回憶 一點樂趣 那如果你有玩到 你有經歷到這段時間 那也是恭喜各位 多了一段回憶 後面玩的可能就少了這些 少了一點醍醐味 對啊 你說說 我們現在玩法環多累多累 然後就會聽到別人講 想當年我們用什麼什麼的時候 我就拿著一個盾走 人就死光了 人就死光了 不需要武器 那我們除了法環的心情報以外 順便恭喜法環也超過全球累積銷量 1200萬套 來發行不到一個月 發行不到一個月 對啊 2月25號發行的 現在3月時期 不到一個月就已經超過1200萬套 超強 這個數字是很誇張 因為他以前魂系這麼多款 累積下來就5000多萬套 他這個一個月就達成了五分之一的銷量 就直接讓這個系列變成6000萬套 這實在是很誇張 這已經是很厲害的大眾遊戲的銷量了 沒錯 像寶可夢 以寶可夢這麼厲害的遊戲 也是2000多萬套 當然是比這個更好 但寶可夢這麼大 這麼悠久 這麼厲害的IP 2000萬套 所以發行能達到他的一半的銷量 我覺得已經是非常厲害 而且未來更是可以期待他繼續突破 甚至到2000萬套 我覺得也都是蠻有可能的 你說從數量上來講 可能有些人會覺得 就是這麼紅的作品 然後有寶可夢的一半 那應該是正常的吧 但其實如果你換一個角度來想 你會覺得很恐怖 因為寶可夢這個東西 先不講他的歷史永久這一塊 寶可夢最大的賣點是 他是全年凌晨通吃的 對 你要想想看就是玩遊戲 有的時候不是只有我們這種可能社會人士或學生 你如果把小孩子就是小學生這些也算在內的話 其實那個遊戲族群是很龐大 那寶可夢的其中一個優勢 就是在於說他是大部分的小學生到社會人士都會想要去玩 都要去買來玩 就在這麼大的一個遊玩技術情況下 他獲得了2000多萬的成績 那你要想想看法環當然我們也不是說小孩子就不能玩法環 但是法環來看 從遊戲的走向來看 他的這個銷售客群普遍都是成年人以上 對 對不對 可能就是20歲以上的玩家這樣子 你從這個角度來看 你就會發現說他還能夠賣到寶可夢的一半數量 就真的很恐怖 而且重點是他吃一個超Hardcore的遊戲 對 這麼Hardcore遊戲 然後賣出了大眾遊戲的銷量數據 我覺得是很厲害的 可是講到這個也蠻好笑的 就是有人就講 就是說法環現在賣這麼兇 但你去看Steam的成就 就是有達到一些後面成就的人超少 就是大概也有很多是買了 發現玩不了就放了 肯定是有的 對啊 肯定也是 不過這裡剛好我們可以延伸到 我們接下來聊的話題 就是難易度那一點 那就可以聊一下法環難易度 就是我們這樣玩下來 我昨天剛好正式體驗到了 這個號稱本遊戲最強的女武神 還沒打贏 但是有體驗到了 所以也算可以比較明確的感受 大家說最強的角色這樣 所以我們可以來聊一下法環的難易度這樣 OK 我自己剛好前一陣子有做一個影片 我自己的說法是說 如果只看難度不看角色的話 我覺得法環是最難的 嗯確實 因為我覺得一連串擺下來 其實我覺得像我一開始覺得最難的是血緣詛咒 我在法環之前 血緣詛咒 但我真正讓我覺得最難的是DLC三大BOSS 那其實前面我覺得還OK 前面的光我都覺得還OK 但DLC三大BOSS真的是太強了 我直接拍他們 每一隻都撵了我六小時 總共三隻王打了十八小時 我直接瘋掉 但是愛人法環是我覺得每一隻的技能的設計 自己招式的設計 我覺得幾乎從小到大都很強 就他的一個平均強度都是相對更提高的 所以打起來的疲勞度我覺得是更高 就如果你今天要純粹論BOSS的話 但我覺得因為法環他是開榜之間 他穿插了一些比較輕鬆的過場 例如說你跑路啊下副本之類 他都還是一些比較輕鬆的過場 所以讓你的壓力沒那麼大 因為我覺得以壓力來說法環是沒那麼高 但是我覺得以整體的BOSS的水準來說 我覺得法環都是高的 然後更何況在外加後面這個女武神 我覺得這隻角色是他媽從隻狼過來的 看這樣閃的真的是很難閃 我目前我整體上以不看角色 就只看怪物的設計難度的話 我覺得法環真的還是比較高 那你自己感覺呢 我覺得有吧 其實我反而覺得說 他會把難度拉伸到這個境界 我覺得可能也是因為選擇夠多 給玩家的選擇很多啦 所以他就是故意把難度拉高 其實這就是像有一部分的玩家 他們是這麼去討論的 就是說你在玩法環的時候會覺得說 這個王怎麼那麼難打 但有可能在設計遊戲的角度上面 他們在設計BOSS的動作或關卡設計的時候 他們的預想就是玩家至少會有兩個玩家以上 或者是至少會召喚骨灰的情況下來打BOSS 那他的難度就會以這個為基準下去設計 對 所以有些人會覺得說 幹這個怎麼打的贏 就是這個難度 就是你用魂系列的標準來看的話 他也是過高了 但有可能就是因為這一次的這些設定 然後讓遊戲設定 他們在設計的時候 就故意把難度有稍微提高一點 就是說如果在兩個玩家的情況下 甚至是有骨灰協助的情況下 BOSS的單獨對你的攻擊 慾望就不會那麼高嘛 對 那他可能就會分散 那可能就會比較好打一點 我們舉個例子好了 比方說裡面的一個 比較不會捏他到的兩個BOSS 一個是那個樹精 應該有很多人都被樹精搞死 你說黃金樹還是腐爛樹林 腐爛樹林 就是腐爛樹林 但他不一定是腐爛 他不一定腐爛 他在其他地方好像有一些不是掛腐爛 就樹精樹林這樣 就是很像龍的一隻樹 然後再來就是 大家可能看到的會崩潰的王室幽魂 王室幽魂是哪一個 就那個啊 就是一大堆熟 然後會一直排熟那一隻 對一堆熟 然後帶著王冠的那一隻 對 那一隻真的是 就是你看以這兩隻的攻擊慾望 跟他們的攻擊速度來看 單挑啦 就是除非真的是技術很好的玩家 要不然你以近戰的角度來單挑 我覺得普遍大部分七成玩家大概都打不一樣 真的是很難打 我真的覺得你一打你就覺得說這個不太對 就這種攻擊慾望跟這個攻擊判定 真的不像是一個玩家可以單獨打的 對 要嘛就是讓你起碼落跑 就是落著打 要不然就是你是兩個角色 讓他分散攻擊的那個目標 你才會比較好打 就你從這個角度來看就會覺得說 他們這一次在 不要說BOSS啦 就連是一般野怪的難度都有所提升 對 但是也有一些小有趣的地方啦 就是說派者我再講一下 就是說像我不知道AJ有沒有打到那個 應該有啦 就是野外的那個熊 那種很大的那種熊 有有有 那當然有人說那個熊的模組 跟之前隻狼的某一個怪物的模組是很像 就是動作模組是很像 但是熊這個角色我一開始打的時候 可能是當時我跑到太後面 我那時候遇到一隻熊 它是打我兩下我就死了 就扒我兩下我就死了 那時候就野外 這野外一隻熊 我卡很久 因為那是我第一次遇到 在某一個地圖遇到 好像我以為說這個是有點算是原野小boss這樣 我就花了大概一兩個小時去打 然後把他打死 結果打死之後發現他重生 我整個崩潰 就直接繞開了 後來大概知道怎麼打之後就會稍微比較輕鬆一點 就是我想講的是說 連熊這種可能算是比較麻煩的動物系 你大概知道怎麼打之後 其實打起來就算輕鬆 可是也有那種就是 至少就是像剛講的王室幽魂 或者是腐敗樹林這種就是幾乎找不太到有效的打法 你看他衝過來基本上你就只能夠取鈍 或者是想辦法閃掉而已 而且還要再預防他下一波攻擊 對大概是這樣 我自己也我覺得蠻認同你的說法的 因為在遊戲設計的角度 他們一定會要考量說現在的玩家已經有這麼多的新能力了 所以你的boss也不能相對太弱 對 那所以你既然都已經確保你能召喚了 然後你能 因為他一定是希望你多使用這些新功能 對 我都設計給你了 對 然後所以就預設你 你可能要做這些召喚 但他也要考量到說 那些做召喚的玩家 他如果很輕鬆就打贏 他們也不會覺得有趣 不會有就是戰勝的成就感 所以他們也要考量到這個平衡 所以王的強度確實 一定會比其他帶的還要再更強更變態一點 這個角度來說我覺得蠻合理的 那不過呢 就是由我們這些老害很喜歡硬死硬幹 頭就是很鐵啊 對頭就是很鐵 你剛講那個王思幽靈 我第一次遇到的時候 也是瘋狂的去找他硬幹 然後看誰是之後 滿足了好再也不打了 以後看到我都是直接繞開 至少打贏一次就好 然後撫爛樹林 也是打了幾波之後 好了懶得打了 直接開始招骨灰開始打 叫骨灰來打 真的 我覺得骨灰這個系統 真的是蠻方便啦 就是新手 新手舒適 老手是想要懶得打的時候可以叫 對 因為像我們基本上 應該都是比較少叫的 這一派 但是有時候遇到一些 真的不想打 真的打太多 就是剛講的樹林嘛 然後龍 我覺得這一台的龍 真的是太多了 對 多到有點煩了 完全不止 就是以前的龍是 就哇 這個是很特殊的存在 現在這一款的龍真的是蠻很好 對 你隨便用一張圖 都有一兩隻龍這樣 所以就 主要是我覺得龍比較可惜 在於變化蠻少的 對 變化太少了 真的除了某一兩隻 那種BOSS等級的龍 你會覺得說 他的招式 或者他的動作 會稍微比較不一樣以外 其他的在野外遇到的 甚至是有名字的龍 就是攻擊方式都差不多 對 現在說真的已經 像我們現在進度 都已經推到比較後半段 那個 我現在只要在 只要遇到龍 我的第一個反應就是 我能用什麼招式逃克他 我已經懶得去跟他那邊慢慢打 我現在除了叫大哥以外 就是不打二選一 可是聽說 仿正內地也被下修了 仿正內地 哎呀 我的逃克手 我看 我的唯一逃克手段 我看有人提到是還好啦 就是說下修的感覺 比較像是 你原本可以站著看大哥打 然後變成是 你現在稍微要去幫大哥打 大概這種程度而已 大哥已經從艾爾登之王 變成你的夥伴了 對對對 反過來 回歸正途 可是講到骨灰 我這邊額外一提 就是前一陣子 我在無聊在玩骨灰的時候 我發現有一個骨灰 很獲得我的青睞 有一個骨灰叫 召喚五個大盾士兵 有 我有看到你玩 對 我看那個超好玩 就看到那五兄弟在那邊拿著大盾 就他們也沒什麼攻擊力 他們的防禦力就是一流的 然後就看到我們在那邊 就說走 我們六個人一起去幹十個摩斯 反正他們在那邊幫你扛 就在那邊後面打 在那邊打 然後就覺得 哇 你看這個遊戲體驗 比叫大哥出來還舒服呢 這樣 個人的小小的樂趣 有時候覺得 因為他這一袋骨灰給的種類 其實蠻多的啦 對啊 你嚴格來講就是也有一點點沒有必要 因為其實不會有人會刻意去玩這麼多的骨灰 嗯 我也覺得 而且招喚骨灰也不是說 完全不用付出代價 你要嘛要耗血 要嘛要耗磨 對 那你說耗血就算了 我相信大部分的玩家 至少都會把血點上去 對 那你說耗磨這一點就有點 有一些難過 就是想玩純戰士的人 可能連魔力那一塊就連點都不會想要點 沒有錯 就是我 對啊 那你看你還可能還要為了仿生雷滴 特別點高那個魔力其實就會覺得有點浪費 仿生雷滴是用血啦 所以還好 對 仿生雷滴是用血啦 所以我說就是其他一些 像因為早期我那時候為了叫那個無頭騎士 我就還點到魔力要破百 對啊 我其他 我完全沒召喚過 幾乎沒召喚過其他 我只招過狼跟大哥還有水母 標準的魂系老玩家 真的超級魂系老嗨 完全沒點集中力 而且我這一代我是玩 我每次都說我是魔法劍士 然後我每次遇到打不過的boss 我就拿出兩個鍊錘敲拉頭 然後我這個魔法劍士 也只是因為拿一些有魔力加成的武器 像月光大劍啊 或者是那個銘刀月影 那其實完全沒有在使用法術類的招式 標準魂系老嗨玩法 對啊 不過其實法術感覺好像到後期 也確實是比較沒力啦 純法術的話 是喔 因為 但我不知道可能有專門去研究法術的玩家 會有不一樣的感覺啦 我自己玩起來的感覺是說 大部分的法術在正常的情況下使用 正常情況 因為有些人會用那個嘛 那個藍色的那個類滴 就是無限無耗魔 然後用各種魔法去哈妹嘛 就是有些人會用這種方式去玩 對 那我說 這當然這也是正常的一環啦 那我就說 就是說你在考慮到 會消耗魔力的情況下去玩的話 你就會發現魔法就跟魂器以往一樣 用到後面還是初階那幾招最好用 對 破綻最少 然後CP值最高 然後比較容易打 因為有一些大招 他司法動作比較大 不一定打得到之類的 對 而且甚至是攻擊力也不見得 讓你滿意 像那個拉尼的支線打完之後 你會拿到一個拉尼的魔法 跟他老媽一樣是滿月啊 就是那個 學院打完之後不是會拿到一個滿月的魔法嗎 對 那拉尼的支線解完之後 你在特別去跑一個就是拉尼的後半段 你可以拿到拉尼的暗月 就一模一樣的魔法 但他名稱不一樣 那這玩意好像丟出去 我有點忘了 好像消耗一發要消耗五六十的魔吧 對 蠻大的 可是其實丟出去的傷害就很不怎麼樣 哦 司法時間長 對 然後這個雖然有半追蹤效果 但攻擊力就不怎麼樣 你就覺得說 我花這個魔跟這個時間 我可能丟四發到五發基本的小法術 傷害都比較高 而且破障還比較低 對 就是這些東西 我覺得慢慢到後期 前期的比較沒什麼大的問題 但你到後期那種情況下 就是可能你血都已經點上去了 你可能都已經點到三十到四十的血了 可是敵人可能打你三下到四下 你還是會死 就這種情況下 你還要用法術去跟人家拉開距離 就不切實際 因為對方不會有機會讓你拉開 那你就會開始慢慢覺得 法術就會變得很無力 你就是必須還是必須去依靠武器來做輔助 那慢慢的就會發現說 武器其實還是好用很多 像之前各種流派 無論是出血還是決心 還是什麼大劍器什麼 反正你去搭配搭配效果 我就覺得法術最後的用途 變成只有拿來打遠距離怪 就沒什麼太大意義 所以我覺得還是有點古解 對呀 不過有骨灰的情況下 應該法術還是滿有生存的空間 那可是這就變成說 你在沒有辦法叫骨灰的情況下 法術就很難運用 這倒是應該有 打Bose當然大家有一些打法 我覺得這一代 這一代法術這麼強 我覺得真的是有骨灰差太多 對啦 因為前幾代 其實一直以來 法術都是魂系的超課選擇 算是 法術幾乎都是比戰士好玩 但有一個要點就是以前的魂系的 這些法術取得其實沒那麼容易 就是大部分都藏在一些有點難找的地方 所以你完全新手要玩法術 我通常沒那麼建議是因為 你有時候你根本找不到法術在哪裡 你搞不好從頭到尾就在用那個小法術 你可能玩的也覺得 也許他有效 但是沒那麼盡興 對 就法術可以玩的不多 但其實這一次法環 我覺得可以獲得法術的手段算蠻多 而且蠻簡單的 嗯 所以我覺得這一次法師除了選擇足夠多以外 再加上有骨灰協助你幫你扛 那以前沒有 你就是很容易 你很容易那個怪很多土臉的Bose Bose防又只有這麼大 你就會打得比較痛苦 對 所以這一代這樣子改動 確實讓法術生存空間大得不少 嗯 那我們順便可以再沿著 剛剛Bose強烈的話 你可以再延伸到 就你會覺得說 像我覺得看最多人討論 就是女武神這個Bose 嗯 然後大家的說法就是他設計不良 哦 其實我自己 我自己是覺得還OK 但我可以講一下 他覺得設計不良的原因 是因為他有一些招式是過於難躲的 嗯 真的是不好躲 嗯 他有一招叫水鳥亂 你幹那招真的是 我自己親身藏了幾次之後 我有躲開過幾次 嗯 或是就是有重一點 他是一個連續招 嗯 有中過一點點 然後沒死 就是大概已經這樣 有幾次機會可以活下來 但還是真的是蠻容易看到就死了 嗯 他只要一開那招 有時候你人就是直接沒有 嗯 然後很多人抱怨這招設計不良 但也有 已經有影片釋出 就有玩家成功的躲掉水鳥亂 是可以做得到這件事情 嗯 那我自己在體驗下 我也覺得 應該是可以的 應該是玩得過去的 可以這個角色 就是以這個魂系老害 不操喚 用單挑的情況下 我覺得我應該是可以遲早把這個女武神打死 嗯 就我還沒打贏 但我目前的想法是怎樣 你會覺得說這一次的這樣強到有點不合理的難度設計 你覺得算是設計問題嗎 就是還是會 因為首先我先說 因為我沒有看 我沒有看女武神是怎麼樣 對我雖然有 我雖然有先去了解他整個人際關係 但我只要看到人家在打的影片 如果是打我沒有打過的BOSS 我一律都是關掉我都不看 嗯 所以我其實並不知道女武神的攻擊TEMPO模式是怎麼樣 對但如果同樣的狀況的話 我覺得還是先回到我們剛剛有提到的一點 在設計的角度上 他可能就已經是設計可能是多人挑戰的情況 對 其實不太能夠 我覺得有些人講說遊戲設計不良這一點 其實你要從多方面去看 對因為我自己在遊戲業做過 像我用另外一個方式來打個比喻 比方說我們在測試遊戲BUG的時候 怎麼樣的BUG 假設你今天測BUG 在未上市的遊戲上面 你一定很容易測出BUG 這是正常的 哪一些BUG會讓你就是說你要趕快去修 比方說我現在有時間上的壓力 但我還有10個BUG沒有修完 那這10個BUG的優先順序你要怎麼去排 對不對 你就是考慮到這個問題 我們如果今天把它當做一個工作的話 什麼樣的BUG是你要急迫性趕快修理的 第一個就是你在正常遊玩的情況下 一定會發生的BUG 這個一定要修 間接出來的問題就是 在你正常通關的路上 一定躲不掉的BUG也是必修 或者是會嚴重影響遊戲通關條件的 也一定要修 比方說NPC給你一個重要道具 你要用這個重要道具 才能夠打開後面的迷宮的門 類似像這樣的 然後他沒給 對他沒給 那你整個遊戲就卡住了 像這種都是屬於極其嚴重的BUG 就是一定得修 那如果說什麼 像大部分Speed Run裡面會展現到的 我正常遊玩你從這邊跳下去就死了 可是你可以用一些偷吃步的方式 然後跳下去不死 你就可以略過一些大地圖 直接跑後面的地圖 那這個OBOK 它基本上是判定是BUG 可是不嚴重嘛 就它不影響你的遊戲劇情發展 對不嚴重 那它就可以被延後修正 所以我說如果你要從這個角度來設計的話 這些Speed Run裡面跳關的這些東西 我們都把它歸類在於算是良性的BUG 也就是說它其實是不影響遊戲本身的進度 那回到剛剛的話題說 這個角色的難易度 其實也有點這種概念 你說這個角色很難 但是它是真的難到打不贏嗎 還是單純的難 那這個單純的難 你要用什麼樣的方式去定義 是你用單挑的方式去定義它嗎 還是你用多人連線的狀況去定義它 如果連多人連線的情況下都超難 那可能就是設計平衡有問題 那如果你在多人連線的情況下 或者說你找遍了所有遊戲內 能夠使用的方式 都沒有辦法有效的克制它的話 那才叫做設計不良 所以這種從這個角度來思考 選擇越多的遊戲 你就越難去說它設計不良 因為有可能有一個非常好用的克它的方法 只是你沒有找到 就是像我們用洛克人來舉例好了 就是小時候大家應該都有玩過 洛克人打八大魔王 就是這麼多帶的洛克人 可能大家至少都有玩過一兩款 那你在打洛克人的時候 我可以說 阿幹洛克人的王設計不良嗎 不太行 因為他八大魔王的武器都有互克 就你找到一個對應的武器 其實你打這個boss可以很輕鬆的 沒有錯吧 對 所以你說同樣的方式 你去套路法環的話 你難道你敢保證你所有的方式都嘗試過了 然後你都打不贏嗎 你如果有做到這個地步 你再來評論說這是遊戲設計不良 那如果你說 我就是單挑我所有的boss都單挑了贏 就是挑不贏 那這隻設計不良 那這樣就不太對 其實有點不應該 不能用這種角度去思考 就是說我們有的時候還是要退一步來講說 打不贏 它難是真的有點過分 但是追根究底就是玩家的技術不好 硬要講的話 就因為你不能老去怪設計組 你如果要去怪 就是我們自己站在遊戲設計的立場上 我們會覺得說你如果要怪設計組的話 除非你所有方式都測試過 真的都不行 那你才有證據去說設計組設計不良 要不然你說的這些 如果設計組隨便舉一個例子說 我們其實有設定 在你用某個特定的招式 這個招式裡面有特別去講解說 他對於某些半神 或者是某些特定的boss有奇效 你有用嗎 你沒用 那就是你的問題 沒錯吧 確實 比較會有這種狀況 所以就是希望大家可以退一步 有時候不要去老站在玩家的角度 去說這遊戲設計不良什麼的 我玩過這麼多遊戲沒有人這樣設計 那是因為你沒有遇過功前一高 大概有這種概念 當然我相信也有魂系列玩過 一歷代都玩過的玩家 也會說這一次的Maria是真的難的 我相信是難 但是回歸到剛剛的話題 你是真的用了所有的方式嗎 去判斷它難 還是你是用單挑的方式來判定 就希望可以用這個角度 稍微做個思考 其實蠻多人都有講到這一點 就是例如說你舉頓 或者是你招骨灰 其實都可以大幅的減低難度壓力 所以其實我相信 只要有做舉頓或者是招骨灰 都能比較輕鬆的答應 主要其實我看大部分會 這樣的評論大部分都是想用 翻滾來過這一關的人 才會這樣評論 但我覺得其實 我覺得會遇到這個問題的 剛好是一個兩端 一個是新手 因為他真的太強了 你搞不好招骨灰 新手的操作可能打得很不順 打不贏 然後另一個就是魂系老害 魂系老害我他媽就是想單挑 就是想用滾的 所以我覺得這個魂系老害 也會比較容易遇到 會比較容易有這樣的想法 就覺得幹為什麼我滾不贏他 我其他全部都用滾了 赫斯孤兒都滾過了 為什麼女武神我滾不過 講到滾會我打個岔 講到滾會讓我想到 我有朋友他們就是沒有玩過魂系列 但是因為這一次 艾爾登法環的影響很大 所以他們就有來玩艾爾登法環 但那時候我聽他們在聊天的時候 就有一段讓我覺得超好笑 就是他們雖然沒有玩過魂系列 但他們以前都是玩魔物獵人起來的 對 然後那時候有一天他媽媽就講說 那艾爾登法環很簡單 他們的簡單不是那種真的 他們不是嘲諷 他們就是在開玩笑說 那法環很簡單 哪裡簡單呢 可是內建迴避山 你聽得懂這梗嗎 內建迴避山是什麼 山真還是什麼 魔物獵人在翻滾的時候一樣有無敵時間 但是魔物獵人在配裝上面有一個配裝 是可以讓你的迴避的無敵時間變長 對 就是等級好像可以到3這樣 所以他們就一般開玩笑說 艾爾登法環內建 就是他正常的滾的那個無敵犯定的時間 就跟魔物獵人等級升上去的 無敵時間差不多長 對 所以他們在開玩笑的意思就是說 魔物獵人你在沒有升級 翻滾無敵時間的情況下 對於很多招式 就是你要嘛擋要嘛逃 對你純粹想用翻滾去逃離那個龍的甩尾或衝撞的話 基本上是不太可能的 因為那無敵時間太短 你抓不到 然後就是 可是問題是艾爾登法環是可以的 因為艾爾登法環的那個翻滾的無敵時間 其實是蠻長的 對蠻長的 對 所以他們就開玩笑就說 欸那法環不難啊 你看他內建翻滾 翻滾等級3 比魔物獵人簡單 我就是在靠北 你不能這樣比嗎 可是聽他們這樣子還蠻好笑 就是以一個沒有玩過魂系列的玩家 然後初次碰艾爾登法環 讓他們第一個開心的點就是 我可以用翻滾欸 我可以翻過大部分的攻擊欸 好棒喔這樣 其實我好奇魔物獵人的玩家玩 會覺得難嗎 因為我自己打魔物獵人 我覺得我打過四玩版 我覺得也蠻難的 所以我覺得艾爾登法環 我覺得魂系應該玩起來難度差不多吧 當然還是硬要講 其實類型還是有差啦 因為同樣以大型的BOSS來講的話 魔物獵人的怪 攻擊慾望再怎麼強 他都會有一個很明顯的破綻 讓玩家去攻擊 但是你要說 艾爾登法環是不是有破綻呢 也是有 只不過那個破綻來講不會那麼的大 而且有些王童他們的攻擊都是連續的 像魔物嘛 因為畢竟他可能像魔物獵人 他們要弄的感覺就是大型的怪 他攻擊你雖然可能攻擊慾望很強烈 但是連續攻擊的機會就比較低 沒錯吧 你會覺得他們就是一個動物的攻擊模式 但是艾爾登法環 畢竟你會遇到的是人型的怪 有的時候他們會用一些騙你的招式 比方說他們揮刀已經結束了 你以為這是破綻 然後馬上又一刀揮下來 這種AI的感覺 你覺得這是人類去做得到的 但是你說 如果說有動物能做到這個情況 你就會覺得怪怪 你就覺得這不像是動物的思考模式這樣子 講到不自然的動作這一點 剛好也有講到毒指令缺陷 也有很多人在批評 這代毒指令讀得很嚴重 例如說我喝水 然後對方就會做出什麼動作這樣子 這個是真的有一點小過分 我覺得有點變得不太好的部分 我覺得這一代 我覺得其實以前 我印象中應該以前就有 也有 但是我覺得這一代是把這個東西做得更多 更明顯的 就這樣融入歧視 我都說他喝水懲罰斬 你一喝水 他馬上衝刺很砍一刀 衝過來 對 就很多 很多啊 你像那個 我叛逆他稍微隱晦一點講 像是那個會丟黑色火焰的那個 BOSS也是這樣 丟黑火的那一隻嘛 對對對 那個百分之百是毒指令 那一百%毒指令 對啊 就是這樣子啊 我覺得其實就是沒有不好 以前其實在我魂系列都有感覺的出來 其實會有 對 有一些會有 但這一次是有點過於明目張膽的 等一下 這一次是明目張膽的在做這樣子 就你看他那 連續喝水 他連續丟 對啊 你就說 幹 我都已經抓你破綻在喝了 然後你那個破綻怎麼可以一瞬間馬上就 嗯 就有點過分 我自己是覺得習慣之後會覺得更刺激啊 我覺得不好 end 不會不會不會 我自己已經算蠻習慣 應該說這一代就是把這件事情做得更明顯 那等於說難度也相對更高 對啊 那我自己就覺得那我要對抗這一支 我其實覺得魂系好玩 就是你跟這個boss之間的對抗 見招拆招啊 玩家跟玩家之間的對抗 跟那種AI 你玩家跟電腦之間的對抗還是有差 玩家會很多的拆招 那你跟以前玩一般的動作遊戲對抗電腦 他們就會覺得 我就覺得玩起來比較呆一點 對啊 就覺得玩起來還好 但是魂系上我覺得很刺激的就是 那些boss都強得非常的可怕 你能得到跟玩家對戰上得到的樂趣 對啊 那所以這些boss越來越聰明 會拆我的招 會對我的動作做出很棒的一些反應 例如說阻止我喝水啊之類的 這些設定我就覺得 大家好刺激 一開始我也覺得 這太狠了吧 完全沒有喝水空間太狠了吧 打到後面就是變成說 我是連喝水這件事情都要打得很小心 我就覺得蠻好玩 剛剛是這樣子講了 但我是覺得說要理解 我稍微澄清一下 我不是說他這樣子設計不好 而是說你站在遊戲設計的角度上來講 會覺得設計到這樣子有點過分 刻意了 對 因為你就是應該這樣講 我覺得有些遊戲設計 漂亮的地方是在於說 你不能讓玩家能夠完全的理解 要完全的發現說 反正我只要做A 他就一定會做B 對 就是太刻意的情況下 其實玩家會 對玩家來講是一個傷害 但你如果能夠變相的 讓玩家覺得沒有那麼的明顯 就是說可能他只是在各種判定下 就是假設我喝水喝十次 他可能就是會有一半的機率攻擊 這樣子之類的 你就會覺得比較舒服一點 但是這一次的法玩變成 就是幾乎百分之百 抓你喝水的時間去做反應 對 這點有點不太好 像前一陣子也有人在推特上面 發一篇影片 就是說有一個敵人 就是那種很像獅子 他在腳上面會綁一把刀 對 你只要一丟法術 你就算不對著敵人丟 你只要在那個怪的附近 你使用法術 他們就直接做出迴避的動作 有人就直接拍那個影片 他明明就對著背面 就是空氣揮魔法 但他只要一揮出去 後面的怪就立刻迴避 對 就是那種情況下 你就會發現說 在以遊戲的角度 設計的角度來講 就是那隻怪只要判定 玩家在附近使用法術 他就一定會迴避 所以你的法術基本上是一定達不到他的 那你用這個角度來看 那就會辨認說 那法師不就等於是被吃死死 對 就是你用這個角度來思考的話 就會覺得他這個遊戲設計 其實就不太OK 因為你總是要有一些變化 對 其實我覺得就是變化 我覺得這一次 我覺得這一次的設計 跟以往有點不一樣 他很鼓勵你做不同的戰鬥方式 對啦 所以我其實原本算是有一點點不喜歡 我其實原本也是有點不喜歡 因為像熔如其是 你基本上你不用盾反打他很難打 對 然後有一些Boss 你也是不帶盾的話 也會不太好打 但我可能就只想用方式 但我覺得他就是在變相的 在鼓勵你做更多的選擇 就像剛剛講 那隻獅子他一定會做閃避反應的話 那可能也是鼓勵你 你不要那麼單純只做 只玩法師的這種丟法術的逃課做法 對啦 你可能要穿插一些其他類型的法術 甚至是近戰加入在 混雜在你的招式 我覺得他這一次有盡量避免 讓玩家就是一招定江山的這種感覺 那我覺得這是一個有好有壞的選擇 壞就是可能我就喜歡這樣玩 但就變得很難這樣玩 那但好處就是 他確實也讓我更加嘗試了不同的東西 像我這次就是有帶盾取盾 來過關一些Boss 之類的 我覺得也算是增加了一些有玩體驗 然後我這次武器也換了非常多把在玩 我以前就是一定是拿到大劍打到底 我會是拿到一把我覺得手感最好的武器 打到底 但我這次就是什麼武器都換著玩的一輪這樣子 確實 我覺得這一次以這種開放世界大型的角度來說 各式各樣的Boss 你需要應對的方式也不同 我覺得也是一開始也是不習慣 但我玩到後面覺得這樣子也是有他好玩的狀態 然後再加上另一個很抖眼的想法 就是如果他很難用法術打中 但我還是應用法術打過他了 那不是很爽嗎 像榮如其事 還是一樣單挑戰 這個會丟黑火的那個傢伙 然後還是照樣把他幹死 你的技術要求等於要更高一點 但我覺得他也有一個小缺點 就是這個AI就是相對沒有那麼聰明 例如說會丟黑火的那一隻 你站在柱子後面 你喝水他還是會往你那邊丟 那等於他就一定丟空 那等於說他做了一個白費的動作 那這樣子的話就稍微削弱一點點強度 就像是你剛剛說的 搞不好有人會用獅子會閃法術的特性 來刻意的陰他之類的 反而會造就一些更多的外相打法 所以確實這種設計 我覺得真的是相對比較不自然一點 比較粗糙一點 但以難度樂趣來說 我覺得難度樂趣來說是OK的 但是以設計Force的角度來說 好像也有這種不自然感 在遊玩的體驗上會有一點點稍微比較粗細 會更明顯感覺到他就是一個AI 因為我其實在我的 我自己在我的節目裡面有講到一點 就是我覺得魂系遊戲的重心 其實是這個沉浸感 就是宮崎英高他不斷的加強這個遊戲的氛圍 你看連死亡都是遊戲 就跟故事是連結的 他不是說你死亡就會復活 因為這是遊戲機制 都是因為他的故事裡面的設定 怎麼樣怎麼樣 所以玩家死亡恢復 對 其實沉浸感就一直是他的重點 那其實這種很明顯讓你感覺到 這個AI有問題 這個AI怪怪的一些BOSS行為 確實會讓人感覺到有點出息 對啊 這我覺得確實 以宮崎英高的設計美學來說 這個方面確實是有問題 所以一定是另外一個人搞的 一定是古村危害的 一定是古村危害的 有問題就是古村危害的 好沒有啦 沒有開玩笑 但我覺得以BOSS的難度來講 我覺得還是好玩 對啊 反而打久了之後覺得 我不能無腦喝水這件事情 事實上我覺得更慈喻 確實確實 不過這一次可能啦 就是之前你在 你在你自己的那個影片 艾爾登法官100小時的影片裡面 也有提到一些就是說這一次畢竟是 宮崎英高跟古村危兩個一起做嘛 所以裡面也有多多少少有部分 就是你感覺到魂惡的影子 真的是有 就是比較不好的一些地方 我講一個點就是 其實我玩到現在有一個 真的就是比較不滿的一個點 在於說有一些敵人的重複性 真的太高了 對 我覺得就是像如果說換一個角度來講 就是我們可能第一次遇到某個敵人 就會想說我們是想辦法使出 就是單純的技術 看看能不能夠挑戰贏他 對 就是我們講的就是純粹的攻擊跟反滾 類似這種概念 就是好不容易打贏的這一隻 但你在事後如果又遇到 那可能就沒什麼心情打 就是那我用陶克手段打掉就好 確實 這就是我們剛剛前期有提到 就是龍一開始遇到會覺得很新鮮 但你隨著遇到越來越多龍 那他們的攻擊方式 你覺得變化性太少的時候 你就會很沒耐心去跟他慢慢打 你就會覺得反正我可以用陶克手段打 就陶克掉就好 反正這隻就是也不太想去跟他做什麼技術交流 這樣 真的 這點是我覺得稍微可惜的地方 我其實覺得艾爾登法喚有點太大了 對有一點 雖然當然大 就是他也不會 我覺得目前我應該 我已經是玩到最後一張圖了 我覺得其實內容真的是豐富 但真的因為有點太大 所以太多重複的東西 我覺得是可以再小一點點 但是也有一點困難 因為他等於說如果他這個小 他是要刪一整個區域的小 還是說一張地圖的變得更小一點 但是其實我覺得他目前每一張圖的大小是蠻剛好 所以他沒辦法說把一張地圖縮小 因為再縮小一張圖 他會變得太小 他一張圖會變得內容太少 但是如果你把一整張圖拔掉 又有點可惜 所以他真的是一個很困難的平衡 所以他勢必只能做一些 唐塞性的BOSS來塞這些地方 我覺得這一點真的是設計平衡 就是一個很難平衡的事情 你當然不能硬講說什麼 這些敵人都重複什麼的不好 其實我覺得這樣講當然不公平 但我會提到這個點 就是在於說 你有一些敵人 就是你稍微做一點變化 像早期這樣比較前期的 你可能遇到人類的士兵 對不對 你在別的區域你也會遇到同樣的士兵 他們可能就穿著不一樣的衣服而已 沒錯吧 沒有他們其實會放不同的法術 是我的意思就是說 如果以外型來看 你會覺得說他們就只是差不多 他們只是換個衣服 套皮仔 對 那同樣的情況下 你在打BOSS的時候 你會有感覺 我們就講龍好了 我們不要捏他到其他東西 我們就講龍好了 有些會噴火的 有些會吐兵的 可是有的時候 我在講說比較care的點是在於說 因為他們的動作模式都太相近 對啊 在這種沉浸式的遊戲裡面 你就會覺得煩 這個東西它又不是說 你隨便打一打他就死掉的 就你如果不用逃課的方式 要跟他一刀一劍 慢慢來來回回的話 通常又花蠻花時間的 就會覺得 有時候我覺得其實就是會煩躁 倒不是說不有趣 就是煩躁感會比較強烈 那同樣的情況下 你不要說什麼 就是遊戲一定要設計的 就是每個區域的怪一定都要不一樣 動作都要不一樣 倒也不是 而是說你要做一個平衡 我覺得這次來爾登法環在怪物的變化 跟分布上的平衡 我覺得還是稍微刺了一點 打個比方 用薩爾達荒野之息來講 它基本上從頭到尾 它雖然是開放式地圖 但從頭到尾要嘛就是哥布林 要嘛就是人馬獸 對不對 你也很少看人家去說什麼 這怪物都一樣 這打起來很無聊 確實 但是因為它在這方面的平衡 就做得不錯 就雖然怪物的變化真的就不大 薩爾達的怪物就 幹怎麼看都是這些東西 就顏色變來變去而已 但你就發現很少人會去批評這一塊 可是為什麼爾登法環會 就是說它可能在 以這種需要沉浸式的遊戲來講 BOSS的重複性太高 變化性太少 就會讓人家覺得膩了 就比較可惜啦 這是跟遊戲本身的定位有關 倒不是說它這樣子設定一定就不好 對 你要講那薩爾達也是這樣子做 為什麼薩爾達就沒事 就是這種感覺 對 因為BOSS是要比較重心靈魂 對 就是你不能夠這樣子去做一個 分佈跟設計 這樣子會讓很多玩家就會覺得說 為什麼我都拔山射水 來到另外一個區域了 還在打一樣的東西 這樣 恭喜你拔山射水到這一層樓了 又是我 對呀 第二隻龍 對呀 就會這樣子 比較可惜一點 對呀 如果以這個角度來說 因為這個東西是它的核心 打BOSS 基本上一定是魂系的核心 所以你這個核心做得這麼隨便 確實會讓人覺得 哎 媽的 又是古村 幹 又是 股村 一定是股村 回海的 沒有啦 開玩笑了 聽眾不要在意 還是要強調一下 這是開玩笑的 我覺得這真的是一件很困難的事 就是 對啦 他不可能設計這麼多BOSS 對 這一定的 對呀 而且前幾天我看報 有看相關新聞才知道 宮崎英高說這一部艾爾登法玩 是跟智狼同時間做的 對呀 對呀 同時間開發的 我就說 幹那這樣 光聽到這一點 我就看 真假的 我其實覺得 應該有很大一部分的開發 是古村偉在做的 哈哈 我這不是 不是為了要 就是什麼 幫英高繼續往上通 之類的 因為就是以時間排成來講 這個時候一定 古村偉可以先做 然後 英高做智狼 對 他做完之後 他再回來 繼續做艾爾登法玩 哈哈 我覺得這個 以這個製作排程上 感覺這樣是蠻 比較合理的 對啦 就比較合理 所以我覺得可能前期 有很大的規劃 應該從回座 其實我覺得這一次 我當然也不會只說他不好 我覺得他真的把開放世界 整體這種feel都做得不錯 我覺得在宮崎英高的平衡下 他把一些魂2 我覺得很不好的缺點 我覺得都有在改進 雖然他多少還是有一些 比較沒有意義的地方走過去 因為我覺得魂2就很明顯的 很多地方走過去 什麼都沒有 但是在艾爾登法環 基本上有上大部分的地方 都有一點東西 我覺得做的這個平衡 是有做到的 對 雖然就是重複boss太多 但你真的要打的話 他還是有他的樂趣在 其實他後面最粗糙的一點是 他會把隨便兩隻boss放在一起 想做新的boss 對 這點很明顯就是魂2的feel 魂2會幹的事 我就太喜歡 對 就幹的搞什麼 魂2最大的問題是他這兩隻 他的boss都太無聊了 打了沒有成就感 對 那我至少覺得我在 我打艾爾登法環的一次打兩隻boss 會有一種 幹我他媽的這種超猛的 我至少有成就感 我會覺得這兩隻boss 一隻都很強 我一次打兩隻 爽到不行 確實了 對 所以我覺得這一點的做法 讓我會覺得 還可以接受了 就是我會覺得 還是有樂趣在 我唯一比較不喜歡的只有 就是重複的單子 對呀 如果是兩隻放在一起打 我會覺得 哎呦新鮮感 就是很強 放一隻就是幹 又是打過了 我看到他釜蘭樹林 我真的再也不想打 對啊 所以整體上 我覺得這些缺點 就是比較沒辦法 我如果他未來能慢慢 把它改掉 增加新鮮的怪 那我會覺得 這個真的是很 我會真的很佩服 我會希望 這樣未來他們可以再慢慢的 把怪異的種類慢慢形成 我會覺得這是更好的 更完善這個遊戲 對啊 好啦 那你還有其他講的嗎 我這邊差不多 好 那我再講最後一個 我們來講一些 稍微比較不一樣的 算是目前的一個預測的 未來的項目 就是之前在跟朋友聊天的時候 他說他看到的一些評論 我們在私下聊天的時候 聊出來的一些點 還蠻有趣的 AJ可以聽一下 就是在遊戲裡面有一個道具 就是製作物品的道具叫做 什麼 菲利 菲利納的睡臉嗎 還是菲利歐的睡臉 那個睡臉 我知道 有個睡臉 對對對 我們這樣講 有另外一把劍 就催眠劍 目前應該就是唯一的一把催眠的劍 叫做什麼 菲利納嗎 還是菲利托 不好意思 我有點忘了 對 你應該知道吧 就有一把特殊的劍是催眠的 對 我知道 睡眠用的 對 同樣的名字 就那個菲什麼的 那把名字 它也有一個道具 叫做飛什麼什麼的睡臉 它是銀白色的 除此之外 有一個 另一個道具跟它長得很像 但是是金色枯萎的形狀 叫做米凱拉睡臉 你其實你去看 它應該就在旁邊而已 就是兩個都是睡臉 然後樣子也幾乎一模一樣 但就是顏色稍微不同 然後有趣的地方是在這邊 就是說 因為這邊可能會有點 涉及到一部分劇透 所以我可能要先問一下 AJ你有沒有去打過 那個 仙血君王了 那個地方你有打過了嗎 有打贏了打贏了 OK 我是還沒有打 但因為我大概知道 仙血君王裡面不是會有一個 在球裡面的半神 叫米凱拉嗎 對 這邊有觀眾跟我講 叫做托莉娜 聖女托莉娜 好 這邊接下來是意測 大家聽聽就算這樣 米凱拉這個半神 他在整個遊戲裡面的描述 是不是相對來講非常的少 就幾乎沒有提到他 對 可是你去看托莉娜劍 這把吹麵劍 它裡面有提到 就是托莉娜 聖女托莉娜 就是行蹤飄忽不定 就是沒什麼的人 沒什麼人看過他 有人傳聞他是少女 也有人傳聞他是少年 對 所以就有人意測就是說 從劍的描述 跟睡蓮 兩個睡蓮的描述來看 有可能聖女托莉娜 其實就是半神米凱拉 這兩個是同一個 對 然後現在的半神米凱拉的 相關劇情很少 加上說之前在大陸那邊 有人解包 解包這個地圖 發現有一個藏身點 叫做托莉娜的藏身處 可是實際上的正式版裡面 沒有這個地方 就是那個區域是在的 但是他沒有掛上 托莉娜的藏身處這個名字 因此就有人在推測就是說 有可能啦 尼凱拉的主線在遊戲中這麼少 幾乎不被提起 是不是有可能打算放在 第一個遊戲裡面做 對 有可能喔 因為你看從 從現在的一些道具的佐證來看 托莉娜神劍有在講述 他似乎是少年又是少女 然後睡蓮的部分 兩個睡蓮長得又這麼像 可是一個叫做尼凱拉睡蓮 一個叫做托莉娜睡蓮 疑似原本存在的長生術 又被拔掉 就是種種跡象 加上他在劇情中 沒什麼戲份來看 種種跡象 就是有可能DLC會以 尼凱拉為一個主線來製作 感覺應該是有機會 就是有希望 其實魂式一直以來的DLC 很多都是補充 某一部分的劇情 像這個一代的DLC 就是補充 這個王下士騎士的劇情 對 魂3是 環影城算是 整個故事的大完結 就整個世界更完整 然後血緣詛咒的話 才算真的把故事講完 血緣詛咒是真的把故事講完 把之前的事情講給你聽這樣 對 血緣詛咒的不玩DLC的話 跟沒把故事講完一樣 對 超奇怪 少了一大段 所以應該也蠻有可能 講離開啦 我覺得這部分蠻有可能 就還蠻不錯的 對我剛好也有 不過這個就真的有點後面的劇情 反正我也有拿到一個道具 我也覺得這個應該會是DLC的劇情 很好 就是我覺得他應該多少都有在買一些伏筆 應該有啦 對 應該是有在買一些伏筆 就是之後未來要做DLC 應該是有在準備 對 那我自己是蠻期待 除了DLC以外 他也可以漸漸的把法環的 怪物的種類 BOSS的種類漸漸變多啦 這還是蠻希望的 如果按照魂系列的傳統來看 我覺得大地圖的部分 就本篇大地圖部分 應該是變動不會太多了啦 對啦 應該是不會太多 那你如果在DLC裡面做變化 不同的敵人 我覺得是很有機會的 DLC是一定有啦 一定有不同的東西 但我是希望本篇可以再修正一下 會更好 因為我覺得他們的遊戲都蠻長壽的 不會說第一批賣完一千萬 就未來不會再賣了 他們應該都是偏緩慢 持續成長型的作品 所以我會希望他們家在願意花一點時間 把它改得更好 他們就是在賭人性的變化 就是你現在就覺得 我才不像要去玩這麼自虐的遊戲了 對不對 三年後 好棒 被虐得體無完膚 但是我覺得精神愉悅這樣 在賭一種人性的變化 他們真的是賭到啊 我覺得這麼小眾的一個 這麼hardcore的一個遊戲 現在是系列銷量六千萬 然後單這一片一個月賣了一千萬 真的是大眾神作了 對 不是說連宮崎高級都很意外 我記得他 今天我有看到一篇報道 好像說他預估好像一個月還三個月賣四百萬套 他的目標是這樣的 對 結果他一個月賣一千兩百萬套 被推上神壇 現在大概就是大家在等他什麼時候被底下聖誕了 好了我們今天差不多今天真的講得有點慘了 真的 好了我們今天的賭一漫漫說就聊到這邊 如果也喜歡我們節目的話 歡迎在我們的Apple Podcast下方五星好評 Spotify現在也可以給五星好評 如果有興趣的話可以在我們Spotify給我們五星 如果你在Apple Podcast留言的話會載出來 好我們閃一漫漫說解決到這邊 各位朋友拜拜 拜拜 拜拜